真愛鄉最近是一位鄉長 為的是因為案件給人解決 沒有人暫緊未收和聽見 電話就傳出說 這是因為公司公共的共濟責任來影響 所以改選了後 像一位鄉長同姿勢 經過民國 過程要用這個共濟責任來貼囑 今天也典開貼囑的作業 不過這個動作也有興趣到有更關心 為人支持 也有人說這太貴賣心 對主人愛鄉公社也做出迴揚 工作人員先用怪手破壞 做頭共濟的基礎 將用來集成的白鐵仔記登 人後北上降山 怪手大難殺 這造景用的共濟就條 就一支一支倒下來 人愛鄉公社公廠四周面的共濟造景 比人為是不理鄉文 再連殺四人鄉長都出事 先將人無幾九位鄉長同姿勢 決定將這組件貼囑 是一個見仁見智的一個問題 那我想我們採取了順應大部分鄉民的一個意見 在我們的部落齊老 以及地方意見領袖 紛紛的起出來一個現象 那就是這個弓箭的藝術的造景 的確是有一些經濟的問題 這個共濟造景 真的有風水的問題 以人愛鄉來說 很多部落都有律師的造景 因為共濟最能代表泰鴨祖 也是塞德克祖 打雷民造的意義 只不過共濟所致的方向 在原住民傳統上 也是有一些禁忌 像平生部落共濟的藝術 就因為子鄉合作部落 被人為敗結了 後來共民黨的錢就比拼圖 這箭頭對向水 就是比較不吉利 一定要拔掉 因為它那個劍有沒有 劍好像說對我們這邊比較不理想 你要講規範其實也沒有真正的規範 只不過就是說它很玄 就是我們在從事任何的活動的時候 往往就是你一個不小心 它可能就會出事情 那如果說你又對止人的話 它可能就真的會出事情 對 然後所以說我們的這個入口意向 所以說我們的公啊 公的那個箭頭的那個方位 盡量就是不要朝向其他部落 公屬製作 國中心的共濟造景 形式並不是原住民傳統使用的共濟 加上共濟的社鄉都對著公屬 在原住民傳統風俬 是得人親喚的意思 加上保地並沒有美化 經關的作用 因此順應民以進行貼圖 那我想我們這個整個把它移除之後 未來我們會做更溫馨的一個美化綠化的一個方式 我想這樣的一個改變 希望讓我們鄉公所來鄉公所未來鄉政的推動 能夠更順暢 公屬為了安達民生決定貼圖 也希望人愛鄉以後 不會再發生不好的事情 只不過這是不是跟人鄉政人機做無頭 就卡到安京路台有關係 是風水問題還是禁忌 鄉政也是隨人國有看法 即將鄉政是彩虹補充